我们所有的文档内容,在莫名情况下是正文样式,即送题五号字,如果要把所有文字改变格式,反正你的做法是全选,然后选择字体,色字字号,字形,颜色,等。 即使正确的做法,不应该在字体组中进行,还是去改正文样式里面的格式,或者直接在字体杜料框中修改后,再去更新正文样式。 对于含有中英文的文档,千万别一个一个去选择英文,然后再更改英文字体,只是直接更改西文字体,然后再更新正文样式几个。 在文章中,我们一般是手航测镜,两个字符,也可以应用 列出段落,样式,但不利于对整个文章的修改。 我们手航测镜,二字符,再更新一下,这个文章的正文,就整体改变了。 这上面一段诗目录,设置为标题或是标题一,它两个级别相同,建议大家还是设置为标题比较好,因为这篇文档如果有大纲的话,标题一为一级,标题二为二级,标题三为三级,这样符合我们的汉语习惯。 这篇文档和标题一于你的教组,我们首先冲准使用必须它们重拆入的,可以看到标题即可一样副的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标题第一,我们从段落变幅中可以看到标题及要什么的类传细来说,标题和标题一在大纲这边都是一级。 再从试图打开导航窗戈 把两式并排在一起来 把下面的设置为二级 从样式 标准 选项中 把所有样式显示出来 选项标题二 大家看是不是比标题一 做近了一些 说明标题一的级别 比标题二要高 从段落的方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二级 在word中 文章的层次就是按大纲级别来体现的 大纲级别决定了文章的层次结构 并用样式的不同标题 也就是改变了构建文章的层次结构 如果是第一角下面有小标题 那就是标题三 对应的大纲级别三 以此类推 正文的级别是 正文文本 再上它 一共是十几 在这个样式库里面 还有一个副标题 还有一个副标题 比如我在这里加上 作者 六级墙 把它作为副标题 大纲级别是二级 大纲级别是二级 现在导航创歌里面 有了标题和副标题 为了不妨碍我们对文档主体的阅读 可以把它们不显示在导航创歌中 我们把碳量的级别降稳 正文本 就不见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场域陌路 因为碳量没有级别 就不会出现在 陌路中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